無性婦人說話說到發抖 耳朵包著紮布 需要家人搗扶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只是來公園練個氣功 卻遭到攻擊 耳朵 頭皮 撕裂傷清楚可見 鬆衣之後被縫了二十幾針 而攻擊的就是這個人 當時拿著這根長長鐵條 狂毆被害婦人 募集民眾都嚇壞了 好像在打狗一樣 追著一直打一直打 我冒生命危險去擋 所以我也挨了兩三棍 四月十一號上午七點多 七十三歲五姓婦人 到了高雄人武仁慈公園練氣功 突然想上廁所 問了三十五歲黃姓清潔人員 有沒有衛生紙 見對方沒有反應 就先去上廁所 沒想到出來之後 清潔人員突然失控 拿起掃肘不斷攻擊婦人 還回工具車 抄騎鐵條繼續狂毆 婦人頭部耳朵多處受傷 縫了二十幾針 清潔廠商表示 該名員工已經離職 疑似工作量大 不堪負荷才會動手 而警方約談打人男子倒案 對方卻向警方公稱 只是一時情緒 無姓婦人於四月十二號 自發掃所提出傷害到處 警方最後將這名清潔人員 疑傷害罪嫌寒送橋頭地檢署 但對受傷婦人來說 只是問個話就被打到頭破血流 這個意外也會成為他繪之不去的因應 華視新聞財盟局謝雨昕高雄報導